陈建仁新行政团队能否带来两岸新气象 今日宏观热点邀请到中国国民党前民意代表邱毅来分享她的观察 欢迎收看宏观热点 我是刘宏 陈建仁新行政团队上路 岛内舆论期待两岸关系出现改善 新行政团队能否给两岸关系带来新气象呢 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 听听她的解读 邱毅老师您好 刘宏您好 大家好 陈建仁领导的新行政团队上路 岛内出现不少希望尽快恢复两岸交流的呼声 您认为新行政团队在两岸关系中将采取怎样的政策呢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 陈建仁当然组了新的行政团队 但是陈建仁只是蔡英文的傀儡 而且依照台湾的法律 两岸的关系的相关的政策 是牢牢的握在蔡英文的手中 所以两岸关系的政策不归陈建仁管 而是由蔡英文进行主导 这是第一点 我第二点要强调的是 蔡英文在这一次针对台商的青春团拜的时候 他曾经对外公开的讲 他愿意跟大陆展开对话 他愿意台湾愿意敞开大门来跟大陆做协调 希望两岸能够恢复交流 但是蔡英文讲的并不是他真心诚意的 他也没有真的对大陆释出任何的善意 他只是一种政治的话术 他只是一个场面化 他只是在制造一个他愿意与大陆展开对话的一个假象而已 而没有任何诚意的存在 他的骨子里面仍然走的是台独的路线 第三个 蔡英文执政以后 三次更换陆委会主委 五次更换海基会的董事长 但是这些都只是蔡英文台面上面的摆设 或者是打手而已 真正的两岸关系的相关的政策 仍然是由蔡英文一例的主导 那么最后一个我要谈的就是 蔡英文在两岸关系的相关政策里面 他真正走的路线是什么呢 他走的路线 其实换汤不换药 基本上走的还是实质台独的路线 是台独国际化的路线 基本上就是以美谋独 就是以武巨头 以武谋独 基本上就是文化台独 所以他在追求的 其实就是实质台独 如果在实质台独的路线上面 能够达到和平台独 当然对他来说 是他最渴望的上策 那如果不能达到和平台独呢 他却他也会甘愿 做美国的马前竹 美国的棋子 而自台海与动乱与战争冲突之中 这就是蔡英文 基本上就是个铁杆台独一 铁杆台独一枚 是完全独假包含的台独 近来赖清德搭档民进党当局 所谓驻美代表萧美琴 选2024的声浪不小 甚至有说法认为 不管谁代表民进党选2024 副手都是萧美琴 对此您怎么看呢 确确实实 萧美琴原来是 赖清德锁定的 副手的人选之一 因为萧美琴擅长国际事务 而国际事务的部分 正好是赖清德的短板 所以他跟萧美琴之间 在功能上面确实有互补 所以他选择萧美琴当副手 是赖清德可以加分的一个部分 再加上萧美琴是蔡一文的嫡系 蔡一文的亲信 如果赖清德用了萧美琴的话 对蔡一文来说 也可以让蔡一文放心 也可以使得他与蔡一文的权力关系 能够达到和谐 所以说 萧美琴确确实实 是一个担任赖清德副手的人选之一 但是 针对这个传闻 萧美琴自己已经出面正式的否认 说他不可能做赖清德的副手 我认为萧美琴的反 萧美琴的否认是他真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萧美琴即使心里 百般的愿意 担任赖清德的副手 让他更上一层楼 但是 蔡一文交代给他的在美国的任务 实在使得他不能够离开美国 这一个他的政治舞台 萧美琴有三大的政治的任务 必须在今年之内完成 第一个任务就在上半年 要协助泰清德完成到美国接受便士 让泰清德接受便士合格以后 能够正式的走上2024的大选之路 第二个他必须完成 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 麦卡锡要去串访台湾的行动 而且希望麦卡锡带着 中国特别委员会的20个众议员的成员 一起到台湾开进政会 那第三个就是他要促成 蔡英文在今年的10月11月 能够顺利的访美 然后在美国的国会进行演讲 这三个任务从年初一直到年底 都够萧美琴忙的 所以萧美琴不但没有办法 回到台湾那么高僧部长 而且也没有办法做赖清德的副手 他只能留在美国 继续完成拆门 交付给他的三大任务